相见用咸草用好结束吧 大家好我是洪秀 真是没想到啊 在农民朋友眼里一无是处的 拉拉扰原来呢还是个大宝贝 今天呢洪秀就给大家分享 拉拉扰在我们生活中 三个鲜为人质的妙用法 快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个妙用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拉拉扰只是一尾草 其实不然 它还是一种非常肥美的野菜 在以前朝鲜比较艰苦的时候啊 像七零后八零后 应该大多数都有吃过 这种野菜 拉拉扰 它的嫩桃嫩汁嫩叶 完全可以拿来当做一种野生的菜品 来做美食的 那个时候吃这个拉拉扰呢 只是为了单纯的填饱肚子 如今不一样 大家的失望水平提高了 像这种野菜呀 大家呢 对它慢慢是当万掉了 第二个妙用 拉拉扰呢 还是小白兔特别喜欢吃的 主食之一 你知道兔子经常吃拉拉扰 为什么不会生病吗 就是因为呀 拉拉扰它还是一味药草 兔子经常吃它呀 可以身强体健 而且呢 肉质特别的鲜嫩 出蓝率也大大提高了 那么说到这里 第三个妙用呢 更值得给大家一提 在夏天呀 蚊虫比较多的时候呢 不管是大人小孩子 很容易被蚊虫叮壤到 长出红红的包 很痒 但是呢 如果说是叮壤到儿童啊 这些宝妈呢 又不舍得用这些花卤水 给他们直接投沫 怕过敏 拉拉扰呢 就是宝妈们最好的选择 你可以采摘它上面 比较鲜嫩的叶片 在手里给它揉搓之后呢 直接擦拭这个 蚊虫定咬的地方 特别的神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没想到 路边这么不起眼的 一种野草呀 在生活中还可以解决 这么多的烦恼 宝妈 你学到了吗 我们每天都会分享 不同的花花椒植物视频 了解更多的植物知识 记得关注我们啊 下期视频再见